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來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真的非常的特別 這個來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認識四胞胎 一起來歡迎洪飛玲 嗨 嗨大家好 我們是洪飛玲 對啊洪飛玲是來自南京的朋友 但是那名字其實很好記 我覺得你們的家長很有智慧這樣子 三個四個女兒是四胞胎 所以就把你們的名字取名為 冰清玉結好名字耶 好的來接下來在今晚的娛樂一世代冰清玉結 我們就從老大開始好了 朱婉兵 對吧 我們從老大開始跟大家自我介紹 嗨大家好 我是大姐朱婉兵 會不會覺得就是其實也沒有比別人 就是快多久這樣 然後就變大姐 好像是不是覺得有點不公平 我就比老二大八分鐘 八分鐘 好這個是冰 然後接下來是朱婉青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朱婉青 老二 好 就你比姐姐玩了八分鐘這樣 對 八分鐘她就當大姐了 對啊 結果呢 還有朱婉玉 嗨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三姐朱婉玉 三姐距離那個二姐大概 也七八分鐘 七八分鐘 欸真的啊 那其實好像都蠻久的欸 我覺得好像蠻久的啦 但我有看到一個消息說呢 其實本來以為生完三胞胎就結束了這樣 後來呢 朱婉結就突然出生了這樣才發現竟然是四胞胎 嗯 嗨 嗨 我是老師朱婉結 對我就是那個多出來的一個 你你你你你會你會很開心 因為呢 啊你一誕生就有三個姐姐 嗯 還是不開心 我 嗯 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欸真的很棒啊 一誕生就有姐姐可以照顧啊 嗯 但是我們其實互相沒有太有那個 姐妹的感覺 長幼的分別 分別 沒錯啦 其實說實話 大家也都沒有差很久這樣 但是我一直對四胞胎 當然有那個好奇啦 就是你們後來可以一致的 就是到美國念那個伯克利音樂學院這樣 對這一點喔 就是說竟然沒有發展出個人的興趣 全部的興趣都一致這樣 這是很難得的吧 對但我們其實國中的時候就是有三個人是有雙修 除了音樂還有其他的有服裝設計 誰是服裝設計 就是除了三妹 三妹 其他都是有修服裝設計 真的啊 所以那個除了音樂以外你們自己對服裝設計是有有那個興趣跟概念這樣子 嗯 嗯 好 但是大家討論好要一起去美國念伯克利音樂學院嗎 對 對 其實是因為我們16歲的時候就想就是去留學 嗯 然後我們去留學的時候 呃 父母其實有給我們三個條件 嗯 就我們得答應不然就去不了 哦 然後這三個條件其中裡面有一個是我們必須考同一所大學 嗯 對嗯 所以就是我們得考同一所就是得考伯克利 嗯 然後我們出國念書的時候就是 呃我們呃 除了三姐其他人就是雙修服裝設計跟音樂嗯 然後後來最後一年我們全部都是就是轉到音樂 因為要考同一所大學 是是是 所以啊這個很厲害 因為不是說想考就考得上吧 對 然後還真的考上了 然後還一起從這個學校畢業了 你們四個共同在學校的那段時間應該算是學校的風雲人物吧 呃會有同學就是認不清我們 其實我現在看你們沒有長得很像 是嗎 那就是你可能會分的很快 我覺得沒有很像啊 哇 因為有些有些朋友就會說很像 然後就是會分不清 可能在學校的時候就就還會被別的同學認錯這樣子 對當然了因為那個在在你們成長過程中有一致的夢想 然後大家都念音樂 然後可能服裝設計也共同都很有趣 有時候我們就覺得就是說如果有四個女生年紀相仿 他們在一起其實我們會覺得很吵欸 哈哈 你們會嗎 我們其實很多朋友見到我們第一下就覺得我們很就是比較安靜 對喔 因為剛剛你們來電台也沒看你們就是好像很熱鬧這樣 就覺得你們都安安靜靜像四仙女這樣 對因為我們性格是屬於比較慢潤的那種 對 所以如果你看到了洪飛林其實他們都會蠻安靜的 因為還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 他們就是會慢慢的觀察大家這樣是嗎 是是是 今晚在娛樂一世代我們就要來聽他們的首張專輯 之前在節目中也常常做介紹 那我們就來聽聽他們到底這四位他們如何來完成他們的共同首張專輯 今晚我們再透過他們的首張專輯要一起來認識這四位是雙胞胎姐妹 那他們呢叫洪飛林喔 一開始我要介紹你們名字的時候呢 我還稍微的去了解一下 這個中文的這個洪飛林這三個字是來自你們自己的創意的構想嗎 對 嗯 你們怎麼決定要用這三個字 想呢我們就是想取一些共同的就是相同的東西就是我們 紅是取自我們因為都姓豬 然後豬也有紅色的意思 嗯沒錯沒錯 所以就把紅放在第一個字 嗯 然後最後一個字零是因為我們都很喜歡大自然 然後大家都喜歡這個有這個愛好 然後就是最後一個字是就是大家的愛好零 嗯三零啊或大自然或森林所以決定要放一個零字這樣 嗯然後中間那個字就是我們的向往我們都很喜歡自由 然後然後飛就是有這種我們共同向往的這種感覺 嗯嗯 所以就是取了紅飛林就是不會太常見組合在一起的三個字 對這三個字一開始看到的時候是蠻驚訝的 因為欸這三個字好像不是很容易會被聯想放在一起的字這樣 但是你們決定事情四個人是一致很快 還是其實都要討論蠻久 其實很多事情要討論很久 比如說做專輯的時候 但是我們取紅飛林的時候 當時是四妹她有這個idea就是先提出來 然後我們覺得都很好就是她挺特別的 所以都是挺喜歡這個名字 嗯那專輯因為各自都有自己在音樂上面的想法嘛 畢竟四個如果以音樂實力來講 其實也蠻相當的這樣 是一致共同的目標 還是彼此有很多為了做音樂的時候 會有很多的爭吵或討論這樣子呢 會有很多爭吵和討論 然後呢我們就是會有很長時候就是會有就是草很大 然後就是真的嗎 會草很大 對然後就是會有草很大到就是有些人如果覺得就是很受傷的話 就會出門散布這樣子 因為呢這比較特別的是詞曲編曲製作 基本上每一位都有屬於自己的想法嘛 也都有一些概念 如何把它放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的大家都能夠同意的 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們做第一張專輯的過程還這樣還算順利嗎 算順利 也有想有不順利的事 你覺得可能哪一塊最不順利 我覺得就是有 我覺得我的詞這邊都還挺順利的 然後三姐的曲也挺順利 就是到編曲和製作就是不太順利 其實因為這是我們第一張專輯嘛 對所以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有很多第一次需要去摸索 需要去嘗試的這個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先做完專輯 然後再找發行公司 所以就是之前有很多比如說 一些想法還有那些那些東西 需要我們自己去探索 需要把那個目標給找到 對所以那個當你們做完音樂 你們其實很清楚這樣的音樂 就是你們四個共同的想法 只是在這過程中難免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討論啊 或者是可能自己因為對音樂有一些不一樣的堅持 會在這過程中可能要彼此就是接受對方這樣 對但我聽你們專輯其實那個整體概念是很一致啦 就好像是你們是四胞胎這樣 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這整張專輯裡面的音樂有一些太難秀 這首歌太好像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做的 或者是這可能是好像來自於別人的想法這樣 反而真的這就是你們歲月的累積出來的默契耶 這可能就是一個磨合的結果 我們一開始就是有放專輯的歌 大家都會就是會討論這個是放專輯還這個不放 而且要是最後挑選這樣十一首歌 對而且我們因為他們就是大姐和二姐是負責編曲和製作 所以兩個人肯定會有一些就是有細微的差別 然後我們對音色的拿捏也會有去讓他們做就是去磨合和就是balance 因為我們就是就是整張專輯的風格就是關於這個統一性 我們也是就是研究了很久就是我們關於就是音色啊 或者是有些氛圍感的東西都是就是我們就是共同就是想希望有些電影感 然後是這種很氛圍感的東西 然後我們的音色選擇上也是比較很有的比較圓潤的一些就是很有自然氣息的一些 對其實其實真的真的蠻來自那個大自然的感覺 因為你們特別在Vocal的處理上其實是沒有給人任何壓力的 而且你們在演唱的時候我的感覺就是你們其實也可以避開自己好像很技巧的那個部分 希望呈現出來的專輯它是聽了以後很舒服然後有感情這樣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四位朋友他們是四胞胎 常常被這樣就是用用這樣的頭銜會不會覺得不太喜歡 習慣了 習慣了 對因為這本來就是事實嘛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很少見嘛 所以我想大家這樣子介紹應該會印象很深刻 他們的名字叫洪飛玲 那在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呢 我想從他們的第一張專輯可以來了解他們內心的一些想法 剛剛我聽到這個就是這小的妹妹提到就這張專輯其實是希望讓大家有一種原生帶的感覺 所以在進入專輯的時候其實刻意要呈現出來有那樣的氛圍 事實上沒錯因為他們的專輯是從這裡開始的 其實這一段應該很難吧 反而比音樂做做歌更難吧我在想 其實就是intro是二姐在做編劇 她是就是在我們其他歌所有都編完了之後 做完之後決定想再做一首intro 對就是我當時是想挑就是其他十首比較主要的音色 然後串連在一塊然後放在這個intro的這個故事的開端 對所以就是很符合你們所說的就是這個原生帶的概念 因為他剛就真的很像是我在聽你們專輯有一種要進入一個故事的開始 而且開始其實他就是你會感受到這部電影接下來會出現一些仙子 絕對不是什麼恐龍或要有什麼動作片這樣 你就會覺得是一個天然的氛圍會進來這樣 所以我說很難的原因就是唱可能比較簡單 如果你真的在這個intro的那個口白要表現反而可能有點困難這樣 所以這個是誰念的 這個是四妹是我念的 難不難 挺難就是錄了很多次 而且就是當時我們選的這個選段是 就是艾莫莉布朗特的就是他的詩歌的選段 而且這個選段他不是是不是他最有名的選段 他的選這個段選段也有一些就是很古英文的東西 他也而且他就是如果翻譯過來的話 他也不能翻譯的特別明確 因為他就是有一些很含混的 然後有一些不明 很難預言式的 對 所以就是要表達這個情感的時候 確實非常有難度 就是我們當時就是一起錄的時候 就是大家跟我說你要表達一種感覺 你不是在說一個意思 對 有沒有壓力 因為你在錄的時候可能另外三個姐姐都在 對他所有人都就是聽著我念 就是確實很有壓力 而且當時是所有歌都錄完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怎麼去說這個故事的開端 而且就是當時大家都希望這個intro非常有氣質 嗯沒錯 而且是那種清冷感 對 所以就是 而且我當時錄完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不滿意說要不其他人試一下 對啊 然後其實錄了很 其他人有事嗎 有事 有的有的 最後我錄完第一天大家都不滿意 然後就是第二天換別人試 然後還是不滿意 然後第三天在我試 就是這樣這樣磨來磨去 然後最後在婚姻的時候也有一些處理 就這樣子 就是那種 要想要表達一種電影畫面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蠻成功的後來 後來這個intro很成功的把我們帶進 接下來這張專輯的情緒裡面 所以你們這個想法和用心的製作 其實我是有感受到 對 而且你們有一些自然的聲音嘛 對 就好像 洪飛嶺 你懂嗎 然後到底當故事要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們在最後一首歌 也把你們這一段旅程做了一個ending 我有感受到你聽 就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就呼應了intro 特別是那個前面 呼叉的聲音 前面我們聽到的有遠方的鳥叫 其實到了這一首歌的時候 你聽到的是展翅 是他很靠近你的聲音 在完成這件事情這樣 對 就是我是大姐在編曲的時候 因為他這首歌的名字也叫化繭 對 我覺得化繭也讓人就會聯想到那種翅膀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特意加這種鋪翅的這種背景 因為基本上如果是鳥類不會化繭 我本來聽到這聲音 我想難不成是蝴蝶嗎 可是這蝴蝶這個聲音有點大聲 但其實是寓意啦 也沒有關係這樣 那在這裡面我們也聽到 其實在你們的專輯用了很多的和聲 對 因為和聲設計師 我負責我是三姐朱婉玉 就是當時其實因為大家都有事在忙 因為我其實就是做出來很快 就沒有其他事幹了 我就想說要不要 這是在讚美自己嗎 我是說想要找點活幹 要不然顯得我感覺就是有一點 好像太空了這樣子 沒有參與感 那三姐都沒在幹嘛 她寫完歌好像就沒事了這樣 她在吃零食看電視 沒有我在打掃衛生 幫我們買便當 叫飲料 他們做專輯的時候就這樣 我覺得他們吃完外賣 然後我在那收 你是一個很不錯的那個 團體裡面的行政 對 好所以這個和聲的部分 你覺得其實也算是專輯的重點 對 就是我當時想的是 就是因為要怎麼 就是把我們四個人的特色 也要體現到和聲裡 但是我們又要就是保持專輯的那種 就是他們所說那種自然 對 然後純真 然後很單純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加了很多這種疊在一起 包括有的時候出來的感覺 都想讓它保持比較純真的感覺 嗯有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今晚在娛樂一世代來到我們節目的是洪菲林 洪菲林其實你們的父母親很不容易 第一生四抱胎很難 第二就是把四個小孩一起送到美國去讀音樂 要花很多錢這樣 對呀 對 所以我們 時常做專輯的時候 就會 會有一種這個想法 就是真的很幸運有這樣父母 然後做專輯的時候 一邊做專輯一邊感謝他們 對 還有你們四個看起來也很乖 就是如果父母找不到小孩的時候 應該都在錄音室吧 對 就是有時候他們發消息說 我們為什麼不回 然後我們說 昨天晚上忙太晚了 就是這樣騎得比較晚 那你真的很乖 因為到目前為止 當然除了陳君豪不算 因為他是有跟你們做製作 那大部分都是你們四個 自己埋頭苦幹做音樂這樣 好像比較少有機會 跟外面的音樂人接觸這樣 其實我們當時做專輯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自己就把這張專輯 就是有很多比如說製作編劇 都自己做完 對 做下來之後也發現滿不可思議的 自己原來就是真的有把這些事情做完 而且經過了 就是大家這樣子從專輯的開場 這樣一路聽下來 發現他們雖然是做完 而且是做的還真滿好的 有的人是做完了 但不能聽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代表你們以前所受的訓練 你們在音樂的Sense 還有你們自己對洪飛林的想法很完整 你們已經知道自己的方向感是什麼了這樣 那因為你們是四胞胎嘛 我就考一下你們默契好了 你們各自說一下 這張專輯你覺得我最喜歡哪一首歌 那就大姐開始囉 你覺得我最喜歡哪一首歌 覺得你最喜歡哪一首歌 我我我我 你們都想一下 這一個我不能給你什麼 好那青呢 我我猜可能是李憲 好青是這個答案嗎 然後玉 我也猜是這一刻好了 姐 我我猜一個不一樣 我猜是漫遊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一首歌 為什麼你會猜對 是朱婉青猜對了 是為什麼你會猜對 因為我感覺好像大家都會 就是這張專輯可能會喜歡這一刻 還有李憲的會多一點 李憲其實蠻多人喜歡是嗎 那所以也不能猜就對了 這一趟來台灣的時間還算蠻長的齁 來了二十二十天喔 哇二十天蠻長的時間耶 在這段時間 你們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那個就從猜對的講起好了 婉青 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我們有一次就是電台下班了 然後準備回酒店休息 然後那天就是很意外 就是有就是有粉絲在就是門口 現在和我們合照這樣 對 所以當時會覺得很意外 就是有粉絲這樣 嗯 好 那晚斌呢 嗯 我的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就是 我覺得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就是參加電台這樣的 所以對我們來說就是很新鮮 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 然後我記得一開始我們還會有那種強化的那種時候 因為我們四個人大家會集體回答一個問題就會有強化 然後隨著這個我們上的次數越來越多 然後這種情況也會慢慢好轉 然後大家也會慢慢提高 其實這是他們二十幾天之後呢 要離開台灣之前的最後一個通告 其實我覺得你們倒都已經訓練好了這樣 就好像彼此之間都沒有那個會搶話的感覺啊 在我的節目裡面感覺挺順暢的這樣 而且非常的感覺很順這樣子 嗯 那說明這幾天有得到很好的這個 這這幾天有沒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 晚譽 嗯 就是有一天我和四妹一起去買東西 然後我們就是買了前一家準備去下一家 然後當時前一家有找零錢 然後找那個硬幣應該是50吧 嗯 然後我那個50拿到下一家的時候 那個店家跟我講那個50可能是個假 蛤 但是到那個時候還不是讓我最就是覺得很印象深刻的 是我當時就是我們倆有點尷尬 有點面露難色的時候 有個女生出來說你們是不是錢不夠 然後她想就是 幫忙 對然後覺得很溫暖 哦 那那個是假的嗎 是假的 但是我倆回去找那個老闆 換了換老闆說不好意思 應該老闆也不知道吧 她也不知道 蛤 欸我我我住在這個地方我都沒有拿過 我覺得你們挺lucky的 怎麼就給你遇到了呢 我也遇到那個很溫暖的女生 溫暖的回饋 包括 包括那老闆人也很好啊 說哈什麼我找了假錢 好來馬上換一個真的給你這樣子 對對對 那晚節 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我們就是也是就是下班好像就是路過那個大直區的河濱公園 嗯 我就我每次都會我每次問到這個問題我都會說我就是太喜歡那個河濱公園 因為那個河濱公園就像一個秘密基地啊 然後晚上的時候人特別特別少 沒有人然後就是可以在然後在那邊就是有然後花草就是晚上特別有那個香氣 對 然後就覺得很美好 哇 所以各自之後會懷念的可能是不一樣的事情 有的是晚上的河濱公園 有的是這個人情味 對嗎 那有的可能是在這個地方的歌迷 如果你們這是第一張專輯對你們來講已經正式進入這個歌壇 你們自己有想過那洪菲林的夢想要到哪裡嗎 有討論過嗎 對我們其實大家沒有說就是具體討論過我們想一定到達什麼樣的高度 但是既然我們做了第一張專輯我們就想說其實我們以前都有關注金曲獎 就是大家覺得金曲獎如果能獲金曲獎會是一種認可也是一種鼓勵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這種小小的這種夢想 嗯也不小啦 這夢想算還蠻不錯蠻大的這樣 對 就是既然進入這個行業就飛高一點對吧 會做這個華語流行音樂可能在小時候 雖然父母給你們很多也許有音樂上的練習學習訓練 但你們如果哪一天遇到哪一位歌手可能會對你們來講會很驚喜的有嗎 有 你們四位會是一致的嗎 會吧 這個人會一致 這個人會一致 是學長嗎 不是王力宏齁 因為王力宏是你們學長耶 柏克利學院的嘛 好 所以已經非常清楚的答案了 答案就是 說呀 我們很喜歡王菲 王菲啊 王菲台灣看不見喔 我們很喜歡吳清風 清風看得見 王為什麼要換呢 都喜歡是嗎 台灣看得見 王菲在內地也不容易看見吧 對啊 所以你們年紀這麼小怎麼會喜歡王菲呢 因為他很有個性 我們喜歡很有個性的 我覺得你們寫的歌也蠻適合他唱的這樣 是吧 那也許有機會見到清風 對啊 你們四位都很喜歡什麼 蠻喜歡的 紅菲林配蘇打綠耶 好像看起來這顏色蠻配的 一個是飛啊一個是打 對吧 然後 綠色紅色 林是姓嘛 書也是姓啊 是欸 姓 然後 動作 然後 顏色 哇 哇 哇 突然被我 被我這麼一講 機率蠻高的喔 好啊 希望你們有機會可以見到清風 然後呢 也很開心這20天 你們在這裡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希望接下來在音樂的這一條路上 繼續加油 今晚在雨淚世代 謝謝紅菲林 謝謝你們來 謝謝 謝謝橫哥 謝謝橫哥